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话题 5月27日四川达州突降暴雨 河水一夜之间暴涨 洪水冲入了城镇 有商铺住宅被淹 小车大货车被冲进河里 一座工地临时桥被洪水冲垮 据四川气象台消息 自5月27日起 四川广园八中达州广安南冲穗宁六市 遭遇雷雨天气 其中四市降下暴雨 达州市宣汉县网友 28日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夜之间当地河水暴涨 洪水冲上街道 一辆白色小车被洪水冲走 河边停放的大货车被淹没超半身 部分街道被淹一片汪洋 一楼居民住房商铺都泡在水中 尤其是沿河的商户被洪水倒灌 损失惨重 大批民众紧急撤离 河上有一座工地临时桥也被洪水冲垮 一位目击者拍摄视频说 这桥估计保不住了 完了 画面显示它话音未落 桥已经被洪水冲走了 还有视频显示 洪水夹洒着泥石 从山上冲下来 有人惊呼快跑 当地市民表示 河水暴涨太突然了 昨天晚上半夜打雷 没把我吓死 视线尽头的两个桥 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网友说 大自然不断的在警告人类 说这话的是明白人 目前已经进入了汛期 中国多省都遭遇洪水侵袭 安徽省水文局最新水情监测 截至5月27日16时 134座水库超汛县水危 安徽前山市26日起 遭遇洪水袭击 灾情严重 官方通报称在前山市关庄镇 暴雨造成山体滑坡 142处房屋塌方 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 大片农田茶园被淹 农民经济损失惨重 官方暂未通报当地人员伤亡情况 在中国就算没遇到洪灾 也不等于就能平安无恙 近日贵州省碧节市 金县马场镇两名教师 与其他同事去河中捡鹅卵石 遇到上游水电战士突然放水 二人被冲走溺亡 家属说呀 他们是为了迎接领导检查 去捡鹅卵石的 结果被水冲走 发生溺亡 咱就说死的冤不冤吧 这个世界上能为了让领导高兴 舍身舍命的人 可能也就北朝鲜和西朝鲜 这两个地方了哈 有人的死呀 重于泰山 有人的死呢 轻于红毛 这么死的呢 我看真是太可怜可悲了 要说毕杰市呢 也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哈 上次我们讲的 那个唱红歌舞台坍塌 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80个人唱红歌 结果舞台坍塌了 这些人都掉进了 五米深的深坑 看来毕杰市是个用生命 让党高兴 让领导高兴的地方 下面呢 我们再来了解另一起 刚刚在中国发生的事件 胡新宇一案呢 引发了外界对中共 活摘器官罪情的关注 有迹象表明呢 除司法系统外 中共教育体系 深度参与了器官移植 大中学生 或成为中共器官捐献 或强摘的新的受害群体 近日呢 武汉硕士研究生龙兴宇 扭伤腿后离奇死亡 还捐器官 也被指疑点多多 据论媒报道呢 龙兴宇是24岁 中国地质大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 还是校排球队队员 在这里呢 我们插播一句 这个中国地质大学呢 递出武汉 不知道我这样说呢 大家有没有想起来 武汉呢 是一个失踪大学生 居多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 也是这次中共疫情的 起始之地 我们接着来讲龙兴宇 三月中旬 他在运动中呢 不慎扭上了膝盖 因为不舍得购买 医院推荐的千元支架 使用了自己百元网购的支架 来固定伤处 为健康埋下隐患 报道称呢 仅仅十几天后啊 三月三十日 他因为心脏骤停住院 被诊断为下肢深境脉血栓 导致肺栓塞 引发呼吸衰竭 而心脏骤停 虽然心肺复苏后 恢复心跳 但因为抢救时间过长 导致生命垂危 这个话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 我理解是给抢救坏了 5月23日晚呢 化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确认龙兴雨脑死亡 次日啊 他的心脏一肝两肾 和一对眼角膜被捐出 这么凑巧啊 马上呢就匹配了 又是一个一人多用的案例 不知道中国是真的天使多呀 还是杀手多 龙兴雨呢 因为膝盖扭伤丢命了 还捐器官的消息 引发了外星的关注 有网民就说了 一旦器官匹配成型 就算是一点点摔伤 到了医院都可能脑死亡 而被脑死亡的例子 在最近几年是频繁发生 青岛日报2022年9月29日报道 江苏18岁的陆西亚 是西东高中毕业生 刚刚考入泰州学院 收到录取通知书 8月呢 他骑电动车时意外撞到护栏 送院检查后 发现炉内出血 经抢救12天 证实脑死亡 陆西亚脑死亡后 无锡红十字会 很快找上他的父亲陆定华 问关于器官捐赠问题 陆西亚父母于8月31日 签署器官捐赠同意说 隔天西亚捐出的器官 帮到了6名病人 据青岛早报1月17日报道 20岁的男大学生丁绍彤 在骑自行车时突然脑死亡后 父母决定捐献全部器官 帮助7人重获新生 有网友就质疑了 现在捐献的新闻越来越多 这名20岁大学生是突然捐献的 那他是如何和7个人匹配成功的呢 比找失踪的人快多了 先有需求者 然后再找供体 那样就能快速还完 脑死亡与新脑死亡仅一字之差 含义却大不相同 脑死亡的判定标准 目前在世界医学界仍存在争议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法律也未认可脑死亡 但早在17年前 也就是2006年 中国卫生部决定 只要脑死亡就可摘取器官 而以前是必须心脏停跳 呼吸中止 虽然脑死亡标准 美日等国早已采用 但在中国一切向前看的环境 这种脑死亡说 很可能为非法器官摘取提供模糊空间 鉴定者和器官移植医院合伙作弊 把仍有呼吸心跳的活人宣布脑死亡 然后摘取其器官 而据中国器官移植医院的网站说 最快一周 最慢不超一个月就可得到需要的肾脏 南韩日本马来西亚甚至欧美中东的患者 都蜂拥到中国 因为在他们本国的等待期多是数年 甚至有人知道死亡都等不到匹配的器官 西方医学专家早就推断 中国一定有一个庞大的肾脏提供群体 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找到需要的肾脏 大家就算一下 中国每一天得有多少健康人意外身亡 而且还得符合脑死亡的状态 才可以匹配所有刚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群 可以说呢 细想之下是无尽的恐怖 因为太巧合了 巧合到这些到中国寻求器官的人 他们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他们怎么会这么幸运 那些拥有跟他们相匹配的器官的人 就在这些需要器官的人在中国的时候 而且就在他们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那段时间里 那些所谓的器官捐献者就死了 这简直就是为他们而死 这有可能吗 要我看呢 绝对的没有可能 如果真的有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有人专门获取人们的生物信息 在需要时谋杀这些与他们器官相匹配的人 专门为他们提供器官 在美日韩等国呢 寻求一个脑死亡者的器官 被形容像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难 需等待十年以上 但在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据长春日报属下周刊报道 仅2005年底的最后两个星期 就做了53例肝移植 而在发现弧心与尸体的当天 有一位器官移植专家 藏运金死亡了 他一生移植了2600个肝脏 2600个 大家想想这2600个 还没算上移植失败的数量 这得杀了多少条人命 才能成功移植了2600个肝脏 有人可能说了 肝脏移植本来就可以做活体肝脏移植 但是事实是 活体肝脏移植的比例还是非常小的 与采用已故共体的肝脏数量相比非常少 中国活摘器官呢 是中共统治下诸多罪恶中 最令人发誓的一个 从对枪毙死囚摘器官 到对活着的犯人 活摘器官 从对流浪者 活摘器官 最后发展到对年轻的学生 活摘器官 好些在校学生无端失踪 胡心语一案 仅仅是活摘器官的冰山一角 器官活摘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犯罪经济利益链 这样的经济利益链 事所没有 只出现在表面 各物生平的共产中国 这个表面繁华的中国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却是地狱之国 据明慧网电子书 活摘器官纵向证据链分析 魔鬼仅仅制造死亡 而中共的活摘罪行 连魔鬼都望尘莫及 中共在生与死的短暂夹缝中 精确制造出一种非生非死 一生一死的反人类状态 并以此为基础 营造一个庞大的金钱帝国 由于中国的一台政策 大多数中国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 而就这一个孩子 中共也不放过 他们将这些孩子掳走活摘 并且对寻找孩子的父母进行打压 在东北地区 大连沈阳等地的火车站 都可以看到举着寻亲横幅的家长 如同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 在人流中举着那块横幅 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些线索 因为这个政府是不会帮他们寻找孩子的 因为这些孩子就是因这个政府的贪婪无度和邪恶而消失的 我的一个朋友曾告诉我 他在大连火车站看到一溜这样的父母在那里 太可怜 都在寻找孩子 他走过去呢 对他们说 你知道你们今天的罪是因为曾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而你们无动于衷造成的吗 那个家长呢 很认同啊 他说的确是 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时 我势不关己 高高挂气 只要没伤害到自己就可以了 可是说什么也想不到 今天呢 他们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我的朋友呢 劝他们三退 他们果断的退了 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明白中共的恶 不要等到这罪恶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才醒悟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